嗨大家好 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宇杰 我是舒宇 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来聊最近 我觉得红了还蛮久的一个话题 嗯 对就是人格测验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测吧 就是之前 大概是一个月前 非常红那个颜色测验 对 你是什么颜色的人 因为我觉得大家还蛮喜欢那种 就是快很准的小测验 而且很好玩 嗯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它那个颜色测验 其实是跟MBTI有关系的 那我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MBTI是什么 好 MBTI 是电影吗 听起来叫什么很厉害的缩写 对啊 因为其实它的那个缩写 我不太知道它的全名是什么 但是它应该是人民 我在想 嗯 对那MBTI 它基本上就是16型人格测验嘛 就是把人分成16种 但是我觉得它那16种之外 还是有在有一些小分支这样子 对其实我有点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测的时候 不知道还有小分支这件事 然后是你上次跟我提到说 它有分T跟A 就是16型人格下面 你符合其中一个人形 譬如说领导型人格 那你还会有领导型人格的 T型人格或者是A型人格 那T型人格的话 就是指你可能 在思考方面是 你很习惯性是会想非常多 才去做出行动 那在A的话 就是你可能不会思考那么多 你想到一件事情就先去做 对 因为像其实我跟宇杰的MBT 还是同一个 对 我们都是INFP 对 但是我是T 然后我是A 就还蛮清楚可以知道 就是T跟A的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 对 而且就是像那个 很多人就讲说 T跟A的差别 就是T它可能会比较 就是容易被外界事物影响 因为性比较细 然后所以可能很多人就会讲说 就是你在网路上面 看到那种分析影片的时候 通常都是T会在下面留言 因为T最想要知道 就是别人怎么分析他们的 然后A就是比较 通常他们的解释 就是比较大言化之 然后比较不会想那么多 比较乐天派这样子 但是他们的 根本的思考模式 是很接近的 例如说我们是INFP的话 我们可能看待事物的方式 是会蛮接近的 对对对 应该是我们接收资讯 跟看待事物的方式 都是很接近的 可是我们做出的行动 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其实也是因为 就是最近MBTI 跟那个颜色测验 就是蛮红的 你是什么颜色 我是 其实我完全忘记 我的颜色是什么 我今天好像是 爱丽丝蓝 我是蒲公英色 对因为 那时候我就很惊讶 想说 为什么 就是明明那个颜色 是对应MBTI 可是我们两个测出来的 颜色又差很多 因为我大部分的朋友 测出来 就是假如说是INFP的话 他们的颜色 基本上不会离开蓝色 那我好奇怪哦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让我 就是重新审思说 MBTI 它的参考价值 到底在哪里 哦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还蛮好的警示嘛 就是有的时候 大家可能一头热 很认识在分析的时候 其实你会陷入一种迷思 就是说 对对对 这个就解释了我的思维 或者是解释我 做人处事的方式 可是当突然有 另外一个测验 打你的脸 就说 其实你也有可能 是另外一个颜色的时候 就会觉得 好像这个东西 其实就 你可以看看 但是不要 就是完完全全的 相信你就是 上面的答案这样子 嗯 就跟星座很像吧 对 所以今天就想要 来聊一下 就是我们自己对于 这种人格测验 或者甚至是 星座分析 这种东西 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或者是这些人格测验 教会了我们什么 嗯 好 对 所以第一个 我想要先问一下 就是你从小到大 对于 星座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以前 不是特别 研究星座的人 但是我只 确定是因为 我们家比较特别是 我的星座 其实是在 双子座跟巨蟹座中间 所以我小时候都 不太会去分类 自己到底属于 哪个星座 然后是大概 可能国小国中的时候 就是 坊间一些书籍啊 或者是 亲朋好友 在谈论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说 好像双子座的人格 特质是比较容易 在团体中生存的 所以就开始认定 自己应该是双子座 可是其实我觉得 我的人格 应该是非常复杂的啦 就是 比起真的要把自己定义 在哪个星座 可能也不一定 而且因为现在 更了解星座之后 就是知道 星座其实它不是单一 就是你的太阳星座 是什么 你这个人就是 什么样的个性 就还是要看你的星盘啊 或者是 你的成长背景 什么的 那假如说 因为你现在 知道比较多 跟星盘有关的知识的话 那你还是 没有办法去归类你的 就是星座 是哪一个 对不对 对 但是我自己会觉得 我长大后 可能在对外 对别人来说 他们看我会觉得 我的个性 可能是偏双子座 但可能真的认识我很久 还有就是 很常跟我在私底下 比较多深度交流的人 可能会觉得 哦 我比较像是巨蟹座 我不太确定啦 但是我自己 会比较倾向 这样子的分配 就有点像是 其实你两种 都有可能是有的 只是你是一种 融合体的概念 对 但是就是 因为这个特性 会让我对星座 这件事情 又比较充满问号 就是 那真的可以用星座 去看这个人的个性吗 这样 而且我最近 遇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他跟我一样都是摩羯座 但是他说 他最近才发现 其实他的那个生日 是跨两个星座的 哦那跟我一样耶 然后他说 他仿佛就是 很像是那个 你爸爸告诉你说 其实我不是你爸 他说他觉得 他世界整个被颠覆 我觉得超好笑 摩羯的 他是上一个还是下一个 呃 他应该是下一个 所以会是水瓶座吗 对对对对 那还蛮冲突的耶 所以我就觉得说 有的时候可能 你对于你自己的看法 可能也会建立在 你原本对于你星座的了解 然后就是你把那星座 里面的特质 来交入在自己身上 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说 其实你不是这个星座 你就突然觉得 等一下那我还是我吗 我觉得会 因为就是像是 我忘记以前有没有提过 但就是我自己觉得 呃 在学生时代 我的个性 比较像是我从 自己的观察中 发现什么样的个性 可能会比较受人喜欢 然后慢慢去 形塑自己的个性起来 可是真的长大之后 我发现那样子的个性 好像不是真正的我 对因为 其实刚刚会问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 其实我家人 他们也不是很了解星座 所以其实我 从小对于星座的知识 是非常的不足 而且很浅薄的 就是没有人在研究星盘 也不知道什么上升 跟太阳月亮之类的 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的资料来源 都是报纸 以前大家就很爱看报纸 然后高中的时候 还会有那种就是小报 然后上面可能跟你讲说 什么今天哪个星座的 活跳跳指数是多少 爽爆 会在捷运站门口发的 对 然后 从小到大摩羯座 他都是写说一板一言 然后最适合的工作是公务员 我不知道他对摩羯座 有这么多偏见 然后我就 就是有一种 不会被冒犯到 可是 他实在是太 让我没有共感了 以至于我会觉得 原来星座就是一个 听听就好的东西 然后我又会觉得说 那既然听听就好的话 那也没必要钻研 而且是我一直到大学之后 我就认识了 有一位非常特别的朋友 他非常非常了解星座 就是你跟他讲说 例如说水瓶座的明星 他会直接就是跟你 古今众外 直接列举出十位这样子 然后他就跟我解释说 其实星座不是只是 你在报纸上面看到 就是今天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出门这样子而已 然后就是跟你的深层年 因为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关联 然后他可能就会很认真的 分析给我听 而且他的分析是会让我觉得说 他不是因为知道我是几位几号生 就说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他会是看你的可能就是 月亮啊什么的 然后跟你讲说 所以你可能在面对 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比较容易怎么样 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解释方式 让我还蛮可以下咽的 而且我会觉得还蛮有 就是让人信任的感觉 就是比起算命啊 什么那些来讲的话 星座更像是 就是真的是帮助你了解 自己的人格特质吧 而且我觉得就是 可能我觉得非常好玩的点 是因为那个朋友 是跟我很熟之后 他才会跟我分享这些 他不是在认识我的第一天 就说哦你什么星座 然后开始分析我这个人 这样子假装 变成是说 他好像可以透过星盘了解我 他是因为可能 我们几个朋友很熟了之后 他就会说 你看看你的这个月亮在这里 然后呢 讲说 可能你跟朋友相处的时候 是不是常常可能 因为某件事情觉得不开心 那可能是因为你天生的构造 或是你天生的 那个原厂设定 是这样子去设定的 你就会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 哦 就是假设你可能 一直对自己 譬如说你很容易动怒 然后你对这个特质感到很烦躁 就是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你可能透过星座 或者是不同的人格特质测验 告诉你说 哦因为你可能 本身的内建设定就是这样 嗯 所以你反而会有一种 被安慰的感觉吗 对就是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例子 就是我朋友之前 就有跟我分享过说 摩羯跟母羊 如果是母女关系的话 比较容易有冲突 然后因为我跟我妈妈 就是这样子的星座搭配 哦真的哦 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非常非常的合理 而且不只是我 就是我另外的朋友 她也是摩羯搭配母羊的母女 然后我们就会互相交流说 我们跟妈妈是在什么样的地方会有冲突 就是明明可能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最终就是会变成 妈妈很生气 然后你很懊恼 觉得妈妈为什么生气 然后呢你也生气 然后后来就可以解释是说 可能 母羊她的个性是怎么样 然后摩羯天生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同理对方 所以变成是我们可能很容易有冲突 但是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不是合理话说 对啦我跟我妈吵架就是应该 而是你理解之后你反而比较不会去觉得说 哦为什么我妈都不了解我 为什么她这么讨厌 就是比较可以去接受说 因为我们是不一样的人 所以我应该更去找方式 找到一个中间点 而不是说希望她变成跟我一样的人 因为我以前可能会觉得说 我这样子的处事方式应该会是最舒服的 为什么你那么情绪化 为什么你反应那么大 可是反应那么大的人 可能就是因为她情感比较丰富 那她擅长的事情 肯定就跟我这种人不太一样 哦 所以你反而觉得星座可能是帮助你去 更快速的了解到这个人 可能适合什么样的相处方式吗 对对对 我觉得她不一定会让我觉得说 她就是世界上的真理 可是她有一点可以让我去转换思维 就是 假如说你把人分成12种 虽然是很少啦 但是至少比我这一种还要更多 就可以接受说 哦有12种人的话 那你一定会跟谁有点不合嘛 那假如说星盘又那么复杂的话 那肯定有些人 你天生觉得气场不合 或者是在情感上很容易有冲突的话 应该 也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 就是没有必要觉得说很难过啊 没有办法让她开心什么之类的 嗯 我觉得我对星座还有另外一个看法是 就是我以前会觉得说 诶我好像认识的朋友 就跟我比较熟的 他都是什么什么样的星座 所以我也会 渐渐的比较倾向于就是 跟那些星座的人比较容易成为朋友 可是我后来就有发现说 虽然他们都是同星座 可是真的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 所以才比较不会在初次见面的时候 很在意对方的星座啊 或是就是觉得说 哦你这个星座的人可能就是怎么样 嗯 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 还是有经历过 就是你会先用星座先入为主 去判断一个人的个性 对 所以我其实觉得我小时候对于星座的 就是知识很浅薄 这件事情也是一种福气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 可能就比较不会让我觉得说 会特别惧怕某一种星座的人 嗯 因为我觉得像摩羁座 其实算比较幸运的星座嘛 就是虽然可能会被冠上很无聊的 这个标签 可是像我知道 像我弟的星座是天蝎座 哇天蝎座就是 你一讲你是天蝎座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就会 那个脸就会看起来很害怕 就是会觉得可能天蝎座很爱记仇啊 可是我遇到的天蝎座都是好人耶 真的吗 就是我有蛮多朋友都是天蝎座 然后都就是跟我变成很好的朋友 那你有注意到他们的性格上 有特别的特征吗 真的有一个特别爱记仇 可是他相对的就是 他真的是就是非常敢爱敢恨 然后他对朋友真的很好 就是我很庆幸我是他的朋友 这样 然后一个的话是 我觉得他可能个性上 没有那么外显的天蝎 可是在一些处理事情的方面上 会看到他蛮天蝎的一面 哦 我觉得我的经历跟你很像 因为我认识 就我生活中很近的天蝎座的人 大概有三个 然后这三个人是完全全个性 完全不一样的人 嗯 但是可能 假如他们的爸妈的话 可能就会讲说 哦你不知道 就他都会在一些很小的地方 展现出他天蝎的一面 但是我会觉得说 其实 这就代表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他敢爱敢恨 或者是比较爱记仇的那一面 可是如果你是天蝎座 大家就会特别的去寻找 你的身上有没有这样的特质 而且因为我弟 他就是天蝎座 嗯 然后他就是从一生下来 就没有让我妈好过这样子 就是很爱很爱哭 然后你不抱他 他就一直尖叫这样子 所以就是从小 我们就会一直笑他说 天蝎座就是很难告 嗯 但是我觉得自己家人之间 这样笑没有关系 可是其实如果真的有人对天蝎座 有一些可能偏见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也会不太好 还有像是处女座 处女座 我想一下 我好像也没有遇过难搞的处女座 我也没有 嗯 因为我知道处女很龟毛 可是他们是很严以待己的人 可是又还蛮宽以待人的 至少我认识的处女座是这样啊 所以我就觉得 他想要怎么样对他自己的身体 那是他的事 或是他要怎么样过他的生活 他开心就好 所以我并不会觉得处女座 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对啊 所以我就还蛮 好奇说就是网路上 不是常常可能 FVT1会有很多讲说什么 什么什么座的人就是怎样 然后下面一大堆人都会回收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然后就想说 可是我身边遇到的这些例子 就是我可能真的觉得很难搞的人 他也许就是一个 我从来没想过的星座 可是我觉得 就是那些会引起 就是大家共感的回应 通常都是因为 他们的另一半 是属于什么设定的星座 因为当你有另一半的时候 你的另一半是一个 跟你的生活非常紧密相连的嘛 所以你对他的 展露出来的个性 可能就是真的 会很是你内在的个性 那可能就会离你的星座 又更近了一点 哦 我觉得你这样说没错 因为通常会引起争论 通常都是说 哪一个星座 不是个好情人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聊星座 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每个人的经历 其实都不太一样 就是如果把它当作 一个破冰话题的话 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只要不要对方 就是讲出一些 啊你是这个星座 所以你一定怎么样怎么样的话 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都不太会触碰到底线 就当作听听就好这样子 但如果我遇到专家的话 我就还蛮喜欢 就是跟他们讨教说 所以你会怎么分析 因为就有点像是 我不太确定 这样子的类比好不好 我觉得有点像是塔罗牌 就是会算塔罗牌的人很多 可是每个人解读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就像是可能会看星盘的人 真的很多很多 可是他们每个人看到你的那个 深层黏月解读出来的东西 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 我就很喜欢听这些专家们解析这样子 嗯 我也是 我觉得就是听他们解析一方面是 就是你也慢慢在验证 你现在认识的自己 是不是真正的自己这样吧 对 而且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 我们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有一部分的了解了 所以不会因为对方说 哦你是怎么样 然后你不认同你就玻璃心 然后想跟对方吵架 因为通常要是他真的讲了一个 我真的觉得跟我很不像的话 我就会说 哦我好像还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 可是就是我不会说死 就是说没有我就是不是这种人 因为我就觉得 哦可能他说的这个情绪 可能真的就是发生在爱情里面 那因为我就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 我就会觉得 哦那发生了再说了 嗯 就是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对对对 那今天其实会讲到MBTI 也是因为就是最近MBTI 测出来之后 我朋友就跟我讲说 诶你测出来之后 你要跟你身边的朋友分享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就是累积一下身边的大数据 就有点像是 例如说我是INFP 然后我就会发现 诶身边的人其实都是属于特定的类别 你知道你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 那我就丢这个测验到我各大朋友群组 然后就开始搜集嘛 但我现在一个都记不起来 哈哈哈哈 我就想说 天啊我搜集这些数据有什么用 因为我什么都记不起来 因为它太复杂了 可是你朋友有就是属于 就是都是同一块的嘛 好像都蛮不一样的耶 那我觉得就代表你交友广阔啊 就是你可以跟很多不同个性的人都处得很好 但是就是因为我朋友也没有多到 可能16个都有 可是可能就是分散在可能有 三到五个中间这样 就那个数字的话 那我觉得还算集中嘛 对但就是我都不太记得是什么跟什么 就我只会特别记得说 谁跟我是一样的 但是我不会去记就是不一样的话 那它是哪里不一样 因为像其实我也记不太得 就是我朋友他们详细的叙述是什么 可是后来我朋友就跟我讲说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我身边的人测出来 基本上都跟我非常非常接近 就是我的朋友要不是跟我 是一模一样的MBTI 要不是就是跟我差一点点 就是基本上都同一个范畴这样子 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去搜寻说 你的MBTI 然后最适合当朋友的类型这样子 对因为就是刚刚苏里有提到说 可能跟它是相同类型的原因 是因为它这16个人格 其实它有分成四大分类 然后第一个的话是分析家 第二个是外交家 第三个是守护者 第四个是探险家 那这些大分类下面 还会有不同的人格特质这样 对所以像是我跟苏里是属于调停者 就是INFP 它是A我是T 那跟我们有相同的人 可能就是依照自己的 不管是跟别人社交的个性啊 或者是他思考的方式会再不一样 然后有四大类这样 对我的朋友基本上 全部都是外交家下面的分支 对但是有一个朋友是守护者 对但守护者是另外一个类别 可是就是根据大数据统计的话 INFP还蛮常跟守护者成为朋友的 但是我有发现 我的朋友没有分析家 就是我的朋友好像都是集中在 外交家守护者跟探险家 我比较少遇到分析家的人 其实我觉得非常可以理解 因为我觉得以你的个性 其实你并没有非常喜欢跟分析家做朋友 可是我好像生活中也遇不到分析家欸 对 是没错 就是以我们的 讲说我们擅长的领域的话 我们遇到的人通常比较不会是属于分析家类别 而且我觉得分析家 因为通常在里面的类别可能是建筑师 逻辑学家 指挥官跟辩论家 就是我觉得可能当然是跟我们 读书的领域有关系 但另外一部分可能是因为 他们的性格可能 我觉得可能要比较 外放非常善交际的人 才有可能就是hold得住吗 这是我的猜测啦 因为其实我也不是对这个人格测试很了解 只是我自己觉得他这个分析很有趣 是因为他把每一种人格特质都叙述成一个模样 对我觉得很可爱 大家可以上那个网站看一下他的插画超级超级Q 对可以上网搜寻16personalities 对 我这个中英夹杂可以吗 会不会太奇怪 不会不会 或者是应该中文打16人格测验应该也找得到 对对对 因为他同时网页也有翻成简体中文 对 然后我刚刚大概快速看了一下 我的身边的朋友应该是外交家跟探险家居多 嗯 你呢 我的朋友也是几乎都是外交家 嗯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 我不太确定我们刚刚 这一连串讲下会不会听起来很像在讲一些学术用语 哦就是要是他完全不知道这个测验的话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听就好 因为这个测验真的是你自己测完 你觉得准不准你再决定你要不要去钻研他这样子 但是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看看你身边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格特质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有趣 是因为例如说如果就星座来看的话 我跟雨洁 或是我跟我一些身边很亲近的朋友 我们是 就是我们的星座可能真的是天差地缘 或者是例如说我想到双子座的时候 我可能会想到性格是非常外放的 然后摩羯座可能就是很内敛 所以会觉得说 因为我们真的是蛮不像的 可是其实从MBTI来讲的话 它比较是针对于你是怎么样去思考跟代人的吗 那其实就会发现 哦原来我跟这些看似这种不一样的人这么和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根本上的思考是很像的 嗯就是因为我记得我们有讨论过 就是我们个性虽然不一样 可是我们的思考跟价值观是很像的 还有就是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的想法也是一样的 对但就只是我们的处事方面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代人可能是一样的 对但是我就很想知道说如果你有分析家的人格特质的话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跟身边其他的人比较不一样的思考模式是在哪里 哎对耶希望有就是分析家的听众可以为我们稍微解答一下 你自己觉得身为分析家会有什么样的特质 对啊因为我觉得像是INFP的话 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在讲说其实我们是比较内敛的 嗯对就是我们是调停者嘛 所以我们比较不是站在社会的第一线做很多事情 嗯那我觉得在这部分我觉得跟我自己认识的自己是很合的 所以我就会比较愿意去看一些INFP的分析 就那些分析其实也不是让你看完之后自我感觉良好 而是他会某种程度上有点解释说你的脑袋是怎么样运作的 嗯就会让你觉得说 哦原来原来我是这样思考的哦 哦原来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对某些场合可能觉得比较排斥 或是我对某些事物感到特别的就是兴奋会觉得很容易达成这样子 嗯因为像我之前有朋友跟我分享过一件事情就是 他自从测完了MBTI之后他就上网看了很多人的分享 然后他就发现说因为他以前可能会觉得自己在某些待人处事的面向上面很 很奇怪所以可能别人会因为这样子就是没有很想要跟他做朋友 或是觉得他就是让人难以招架这样子 可是他说他看了MBTI之后才发现可能是因为在地球上那一类的人相对比较少 可是不是没有 还是有好可能好几十万人是这样的 只是他可能是分布在世界的各地 所以可能你常常会觉得自己很诡异 自己是不是相处模式有问题 自己是一个不好的朋友才会让别人觉得很害怕这样子 他说他看完这些分析之后突然有一种好像被理解的感觉 就觉得说哦原来像我这样的人也非常多 所以只是我跟别人不一样 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受这样的苦而已 我觉得他是一个适合就是给 可能还是学生时期的人可以就是多做这种测验 然后去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对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在做人格测验的时候 会觉得说好像某一种人格特质是比较好的 可是我觉得十六型人格测验可能是因为他的插画实在太可爱了 他就会让我觉得好像每一种人都好有价值哦 哦对 所以我就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成为提倡者才是最好的 我就会觉得好像每一种类别在社会上都有他需要存在的理由 对所以我就觉得还蛮适合学生来做 然后你可能就会知道自己天生比较擅长什么样子的领域 而且我刚刚又发现就是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是 我在这个网站上测自己是测INFPT嘛 那我在另外一个网站测自己呢 我测出来是ISFP的T 对然后我那时候是还蛮疑惑 因为我就想说对我来说这两个东西好像是差得有点远的 但是我记得我看了某一个分析然后他的解释是说 其实INFP的那个N指的就是内向 然后S的话指的是外向 所以其实INFP跟ISFP它本质上是一样的 但只有你们带人的方式不一样 哦所以可能是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当下的想法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 对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很容易被情绪影响的人 所以如果我在做这个题目的当下 是我自己一个人沉浸的在思考的话会比较偏向N 可是如果是就是我周边有朋友 然后或者是我当下就是非常快乐 然后喜欢社交的情绪下的话 我的解答出来可能就会比较偏向S 而且因为你刚刚提到说答案不一样 我就想到之前我们有聊过一个问题 就是像你的话可能是 其实你测出来这两个答案 你都觉得是某一部分的你 但有些人他是测出来之后 他觉得等一下我觉得我明明是一个蛮内敛的人 可是我测出来却是冒险家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后来就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说 他发现他之前有惯性 就是他会选择别人怎么看待他 作为答案 就是因为你太习惯 就是接收别人对你的印象了 所以你在回答的时候 你会很就是下意识的选择 对啊别人就是觉得我在社交场合 就是非常的活泼什么的 所以他测出来之后 他会觉得某种程度上 很像看到别人心中认定的自己 而不是自己心中看到的自己 所以他后来就说 他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是要很 夜深人静的时候 好好沉思说 真实的我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反映出来 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容易被别人 看待自己的方式影响 而且是不自知的 或者是像雨洁之前有讲过 有的时候你在选答案的时候 你会心里想着 这个答案是不是大家比较 觉得不讨喜 所以我不要选这个 我选一个比较讨喜也好 最后得出来的答案 会告诉别人说 我是一个比较讨喜的人 对因为我就想说就是 其实这些题目 如果你很常在做人格测验的话 你应该会发现就是 他问题的方法都会是 还蛮明确的知道 就是你如果选的是比较 比如说分数比较高的话 你可能是比较外向的人 分数比较低 那你可能就是一个 比较害羞内向的人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 说不定你在做测验的时候 你反而会是朝向 就是自己希望成为的人 的那样子的人格特质 去做解答的话 那你测出来可能就会是属于 你未来期望自己 可以变成的样子 那他可能就没有办法 非常契合你现在的状态 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我们测完之后 大部分的时候 你会想分享给朋友 朋友也想知道你的是什么 所以就变成你有一个压力 是这个东西是要公诸于大众的 所以你会可能有一个压力 觉得说等一下朋友 看到我这个解答 会不会觉得说 好像 你这个人怎么跟我认识的 不太一样 可能会觉得说 需要 就是有一层武装 这样子 我不太确认大家 有没有这样的烦恼 但是如果说 你测出来的答案 让你觉得很荒谬的话 也许你可以 重新试试看 就是真的很认真去思考说 这是我真心 会做出来的决定 还是你觉得你应该 要做出来的决定 对 就如果你真的希望 这个东西 参考价值再大一点点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刚刚的说法 这样子 对 那好 刚刚提到的像是 星座跟MBTI 其实就是比较偏向是 你可能会跟朋友分享 然后当作是一个 测验游戏那样子 就是多一个话题 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 我跟舒芋有参考 刘轩老师 在他自己的Podcast 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里面 有一集就是在分享说 你要怎么样 透过一些线上的工具 然后去检测出自己的个人优势 他在那一集里面就有 整理出四个线上的测验 那其中有两个是要付费的 那因为我们就是不想花钱 所以付费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做 因为他其实付费 每个测验都要差不多 一千到三千块左右 对 那我们测的是两个免费的 第一个是VIA的性格优势测验 那他是有提供中文 所以大家 我们都会把链接放在下面的资讯来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测一下 然后第二个我们测的是 RABOR的一个个人优势的检测工具 然后这个测验 他总长要花差不多35到40分钟 他不是单纯的问你说 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是比较开心还是不开心 这样 他其实是一个还蛮 综合多元的测验 像他第一个测验是用图片 去让你选择 你在这个情境下 你可能比较偏向哪一个情绪 第二个测验的话是分类 就是他会给你一些图片 然后还有两个不一样的词语 就是一个正向一个偏负面的词语 然后会让你去分类说 你看到这个图片 它是比较属于哪一边 然后第三个是逻辑测验 就是真的很像你在测那个 智力测验那样子 给你一些方块啊 然后什么数字 然后问你说 就是下一个问号是什么 这样 然后最后一个是 你想象自己在一个情境里面 是你今天是带队出发去比 滑雪比赛的教练 然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境 然后面对那些情境 有一些选择可以选这样 最后测出来 我觉得是还蛮贴切你个人的思考模式的 而且它会给你 就是怎么样去进步的方向 尤其是它刚刚说的 那个Red Bull的合作测验 我觉得还蛮推荐是 它到最后的时候 还会告诉你说 有哪些行为是你可以加强的 然后哪些行为是你可以 尽量少做一点的 就是比较像是实际上 像教练一般给你一些 进步的建议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先来分享 第一个VIA的优势测验 它的免费结果 它也有付费结果 但是我们不想买 那它的免费结果呢 就是它有把一些形容词 然后排名是排1到24名 然后可能就是这些形容词 譬如说排名比较前面的 就是你可能比较认同的价值观 或者是你这个人给别人的感觉 就是这样 对 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 我们的前五名都差超多的 差超多吗 我刚刚以为你要说很像 没有 真的很不像耶 好那你要先分享你的前五名吗 好我的前五名第一名是热爱学习 嗯 第二个是感恩 然后再来是判断力 好奇心跟灵性 好那我的前五名是仁慈 爱 创造力 团队合作 幽默 就完全没有重叠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们的前五名 各抓一些关键字出来 会等于我们的podcast 我觉得有 所以我们的podcast是一个融合的 还不错的结果 对 而且我觉得虽然我们这五个都完全不一样 可是他们完全不会互相抵触 哦 嗯 对就例如说 我觉得感恩 仁慈跟爱 这三个就是 会被我放在同一个圈圈里面 我好惊讶你的竟然有感恩耶 我一直觉得我的会有感恩 我也觉得你会有感恩啊 你的感恩是第七名 哦你有看到 我都没看到 哦所以我有感恩 哦那难怪我是在学习 就是我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要感恩的人 嗯 嗯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 是虽然他这个免费版的结果还蛮简单的 可是他也蛮直白的就是告诉你说 你这个人比较注重什么事情 对 对就没有那么复杂到说 你要就是很认真的去想说 他这个分析也对不对 就是他还蛮简单的这样 嗯 而且他并没有解释 对 他其实就是跟你说 哦你可能就是对 比较重视这些特质啦 嗯 我觉得这个测验很有趣 就是你可以多找几个朋友 然后一起比对自己的排名顺序 对 因为他做起来也相对蛮快的 嗯嗯嗯 没错 而且他有中文翻译 那刚刚有提到另外一个测验 是Redboard可能赞助制作的 比较偏向在测验 你可能在压力下的处理方式 对因为尤其是他最后的那个情境剧 他是考说你是一个教练 嗯 然后你要带团去比赛 所以他很多问题就是说 呃 例如说暴风雪 你会不会让他们去训练 你会不会就是 例如说在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还是硬要带大家出队这样子 然后我心里 其实我刚觉得有一个可能不太准的地方 是因为我本身不是运动员 哦 所以我很容易放过自己 我也是 因为我在选的时候其实有好多像 就像譬如他说 你的队友已经要去练习要迟到 但是你还在排早餐 你会怎么做 然后他选项就有譬如说 不顾一切管他的 反正前面应该都是一些观光客 他们应该不在乎 就立刻冲上去抢那些早餐 然后一个是在队伍里面慢慢等待 然后就是选择在队伍里面慢慢等待 我也是 因为我觉得你说的没错 因为可能运动员 本身就会被训练成 就是在关于他们的表现上 是非常积极的 嗯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是 透过这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考说 看看你这个人就是有没有比较极佳的决断力 或者说你对于你的目标 是不是不顾一切往前冲 就譬如说如果他要变成一个适合你的测验 就要改成参加研讨会 对对对 而且就是研讨会的主讲人 是一个你非常爱慕的人这样 对 就譬如说Lemonwell 那我们就一直冲啊 对对对 管他3721 就是去抢别的位置 对啊 然后从暴风雪 不管他在那里我要去找他 这样 就是大家动机不一样啦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测验就还蛮适合 这个测验我觉得还蛮适合 就是如果你想要知道 你在职场有什么特质是需要你加强 或者是需要你避免 就是 我觉得你说没错 就是他比较偏向是 你在职场上面的待人处事 对因为刚刚舒语有一题 他自己非常困惑 对因为他里面就有一个特质是说 我非常的具有社交性 可是因为他的那个英文是sociable 所以他并没有让我知道说 我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面 特别的有社交性这样子 所以我一般来说 我并不会觉得自己很擅长社交 我就觉得你怎么会 把我归类成这样子的人呢 对但是 后来宇杰就说 也许是如果我进入职场之后 在人群中我是蛮适合社交的 只是因为我目前 是自由业 对 所以这部分我就无法体验到说 我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人 对因为我自己看他的解释的话 我会觉得蛮符合他是因为 舒语在就是工作处理上面的话 他一直都是很有效率 然后也逻辑算很清晰的人 所以我猜他应该如果先 被放在职场里面的话 应该是很多人都愿意 跟他分享一些工作状况啊 或者是个人的生活事情 然后会想要跟舒语交流这样 对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像很多 就像刚刚宇杰讲的 例如说有人分析说 他可能某一些情绪 他自己觉得没有经历过 可能是因为例如说可能是爱情 那可能是因为没有发生 所以没有经历 所以他觉得他自己没有 就像是我可能 是因为没有进入公司 好好工作 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公司里面 是不是真的很会社交 所以这部分我就是 放着我们以后可以再看看这样子 那你自己觉得这个测验 测出来你觉得 最让你有共感 或是最帮助到你的特质是哪一项 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你测完之后 他会寄一个完整的PDF到你的信箱 然后这个PDF里面就是有包含 刚刚舒语最前面有提到说 他会告诉你什么样的特质是可以继续保持 然后什么样的事情是你可能要小心避免自己再做出一样的事 然后还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你可以现在开始努力朝这个方向 所以我觉得他这部分做得很好 我觉得他这个真的很好 因为他讲的是比较实际的面向 因为像可能我们人格测验就是说 你是脑袋是怎么样运转的 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你不见得可以马上就想说 好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知识运用到我的实际生活 但这个测验就可以 然后像我自己蛮有感的也是 第一个特质是非常平衡 因为我自己在做测验的时候 我大概就有感觉 就是我可能很多项目都是属于蛮中间的选项 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平稳 情绪比较缓和 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有讲说 那你这样子个性的人 就是很容易让别人觉得你很好依靠 因为你的情绪波动没有那么大 然后你总是很在意 例如说你做出了承诺你一定要完成 所以他说这就是你身为这种很平衡的人的好特质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 可能因为你太平稳了 所以你可能会没办法发现说 别人可能现在压力很大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可能我要多关心一下别人 或者是我不要因为自己都没有展露出我的情绪 然后而觉得 为什么别人没有注意到我的需求 可能是因为我是扑克脸 所以别人没有发现我现在可能很需要帮助 或是我现在可能很难过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测验 让我觉得跟其他测验比较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有说出一些是 应该是这个 就假设这个测验是人好了 他有说出一些是 他真的跟你相处过后 从你这边得到的回馈 然后再去做分析告诉你说 我觉得你在待人处事方面可能有什么样的事情 会让其他人对你有些误解 这样子的方向去做解释 因为像是十六型人格啊 或者是其他我们测过的人格测验 都比较偏向是 针对就是一个情境 然后你是开心不开心 还是你是喜欢不喜欢 所以他比较不像是互动下来的结果 比较像是就是收紧这些数据 然后他在帮你就是归类到说 因为你可能比较喜欢户外活动 那你可能就是比较外向的人这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还蛮 我觉得务实取向 对我就蛮推荐大家的 虽然这个测验做的时候 我真的想说 天哪他根本就在测我智商吧 对 就其实还蛮好玩的 因为他有一个那个逻辑那边 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搞不是很清楚 他到底为什么要测那里 但是唯一我们找得到 他这个报告里面 跟逻辑那一大题有关的是 他在测你是不是一个 缜密思考的人吗 因为像我的这一份报告里面 就是写说 我是一个属于比较 思考敏捷的人 就是可能发现问题之后 我就会马上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然后再想说要怎么样去解决 但我不一定会做 可是就是我通常会有很多想法 因为就是其实我们那时候 在看这个报告的时候 我跟树里都有一点疑惑 是因为他的敏捷的反译词是直觉性 后来自己的理解是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因为我可能看到问题 我会马上想很多解决方式 但是我不会马上去做 可是如果你是比较偏 思考直觉性的人是 你看到问题 你会想到一个解决方式 你就先去做 然后在做的同时 你可能又会再想出别的方式 然后你再去做 因为像我就是 直觉的极端 就是如果是根据这个报告来说的话 我是一个非常私密整律的人 我觉得这部分就还蛮吓到我的 对因为我觉得你是蛮直觉性的人 对啊 所以 还是工作上你会特别小心 工作上我觉得工作上 我就非常不直觉 哦那你看这可能就是 比较真的工作的特质 而且我就一直在想说 会不会这个结果是跟我刚刚玩的一些那个 智力测验游戏有关 哈哈哈哈 那你可能都答对 你可能都满分 是因为刚刚有些数学题 我就想说 这个真的不会随便选 那你是不是都猜对了 可是因为大概有两题啊 两题我用猜的 哦 所以我后来想说没关系 反正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就是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对的话 那也没有关系 就参考看看就好了 嗯 对因为像我刚刚自己觉得很有感的就是 我本来就知道我自己有这样的问题 那他也给我就是一些蛮实际的建议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很受用 嗯嗯 好那我们前面聊了这么多 然后也推荐给大家一些还不错的心理测验 让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就其实最后我想要讲的就是 其实我觉得 嗯从小到大 做过这么多心理测验 或是 知道这么多跟星座有关的事情 就其实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 会不小心落入一个境地 是会过度归类自己 就像是 讲到说我朋友 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星座 其实是另外一个的时候 他会陷入一个全新的恐慌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因为某部分来说 我们太常听到说 这个星座有什么样的特质 所以你已经会把自己放在某一个框框里 我觉得好处是 你可能觉得这个星座有一个很好的特质 你希望可以把这样的特质放大放大 我觉得这部分是 当然是很棒的 但是如果有某部分来说 你是因为星座的关系 去框架自己的话 也许这也是一个 可以去思考的地方 例如说像是 如果我们用星座框架自己 那我们看到MBTI结果的时候 我们肯定会很惊讶 那MBTI我们是一样的 可是可能在 例如说 职业上面的测验 我们又有很多不一样的特质 就其实你每次换一个系统来测的时候 你可能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对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 这样就代表 其实任何一个框架 其实根本就框不住我们 关于框架这个 我们之后真的会再聊一集 可是就是 我觉得星座啊 或是人格测验 测自己的话 就是帮助了解自己嘛 那如果你想要得到别人的结果的话 应该 我希望大家还是以 就是趣味的方式 去看待他的结果啦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 我并不会完整的就是以 我这个朋友测出来是这个个性 所以我以后对他的态度 会完全就是照着他这个个性 习惯的方式去做发展 因为那就不是就是 我跟他平常会相处的方式 所以应该是就是 你看到他是这个结果 然后你就是了解 他有这样的特质 那你之后再跟他相处的时候 也会多一份理解吧 就是多一个换位思考的可能性 对 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讲说 他觉得就是最近这个 MBTI风潮兴起 让他觉得很开心 是因为他觉得 跟他很熟的朋友 就是因为MBTI的关系 感情变得更好 就是可能会因为说 天哪 我知道你是什么什么类别之后 我更可以理解你 为什么之前会做这样的决定了 我觉得就是我们透过这样子的 就是对话可以了解说 我们其实根本上的个性 有什么样的不同 就是其实你 针对你很熟的人去聊的话 我觉得会很帮助 就是你对对方的了解 但陌生人的话 我觉得我就是打一个问号这样 对啊 就是我知道了 好像也没什么好处 对 尤其是我其实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 我就想到之前 我们跟排桌七八聊 在聊的时候 那个麻吉 他就说他之前去工作的时候 说他是处女座 然后结果对方整个就变脸 然后就说处女座很难搞耶 我就觉得其实 我很希望未来的社会 不要有这样子的事情 对 就是其实 我觉得在媒体上面 大家难免就是 因为分类嘛 所以你为了要有一个话题好留 你一定会说 啊这个星座就是这样 但是有些星座 太被污名化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他可能会 更必会讲出自己是 什么时候生的 但是我自己反而会觉得说 其实你自己心里知道 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好了 因为其实一开始 大家初次见面会讲这种话 一方面也只是为了缓和气氛 或是就是一个破冰话题啦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 就是把他想的太严重 但是如果这个人 他真的提到了一个 污名化的特点是 你真的觉得 事可忍 孰不可忍那种 那就直接跟他讲 对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因为 大家没有可能 特别去讲这件事情 那这样的印象 就一直一直传下去 那我觉得严重一点 可能会变成是说 你不只对别人 有可能特点的想法 你可能会拿那些东西 来束缚自己 就说 啊对啊 我就难搞啦 我们就是不好搞 我们的个性 就是怎样怎样 就会变得太绝对 就是你可能 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你不需要用这么简单的 一句话 就来定义你自己 但其实 刚亮也蛮可爱的 就是他要是 真的把一件事情 做烂了 然后他就可以说 啊我就是这样啊 怎么样 我就会想揍他 真的吗 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啊 就是反而会让人家 觉得束手无策 因为是你一开始 就把我说成这么烂啊 那我为什么要表现得好 对但是我觉得 如果一开始 别人就把你定义成烂咖 那你真的烂了 就说嗯对我就烂 可是这样比较好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自己 很容易被别人的期望束缚 所以就是如果 譬如说很多人 都很看好我的话 我会焦虑满点 所以你会希望说 你的星座可能被大家 就是平常都会认为说 可能是身经比较大条之类的吗 对又或者就是 他可能对我的期望 本来比较低 然后我却可以 就是达到还不错的 等级的话就还可以这样 哦 这也是一种 就是换另外一种方法来想的话 就是降低期望的话 比较有机会在我身边找到惊喜 就例如说 你进入一段关系 然后你的男朋友就说 原来你一点都不知道 你真的很棒 那你会觉得很开心吗 会 我就说你看 双子座很专情这样 哎那我觉得 就是有被污名化的朋友们 可以用 最乐观的方式来面对人生 对啊所以就是 在做这些人格测验 我希望大家在看待结果 也是就是用一个比较 正向的态度啦 就是 因为其实人格测验 他一定会提到一些你可能 心里面不太喜欢的特质 那这方面可能就是自己在 吸收这些资讯的时候 本身就要有一个心态是 我很清楚知道 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我今天来看这个人格测验 只是为了更加的了解 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就是不要去放大 那个人格测验 可能告诉你说 你的缺点是什么 这样 嗯 而且我觉得 现在的人格测验 就还蛮偏向 就是让任何特质 都属于一种中性的概念 嗯 对因为就像是 以前大家很看重外向的人 现在大家就会也出书分析说 内向的人的力量在哪里 嗯 所以就希望大家 就是在做测验的时候 都可以 就是看到自己的特质的时候 都可以用很 中性的方式看待 然后不要觉得说 天哪 原来我这一方面的特质这么的多 我可能希望我自己是另外一种人 这样子 但要是他真的希望 自己是另外一种人的话 要怎么办啊 就是如果你自己 对于自己的结果不满意的话 我 我个人很推荐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去那个 十六行人格的网页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 这个类别下面 可能有什么电影角色 或是名人也是这一个类别的 所以其实就会发现 各种类别下面都会有 很可爱 或是很棒很厉害的人 嗯 就可以让你建立起说 其实不管什么样的人格 其实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 有所成就 就不会真的说 影响你说 你一定要是什么外交家 你才可以成功 没有说一定是这样子 哦 所以他可能 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些成功人士 让你去 对于成功的定义比较不一样 对对对 就如果你是真的很害怕说 等一下我这个 我这个性格会不会注定 我无法 就是在这个社会上 发光发热 我觉得这个测验不是做来 让你就是 感到焦虑的 对对对对 所以就其实我觉得 最后如果要一句话讲的话 当然就是尽性输不如无数 就是如果你看了这个 人格测验之后 你就开始陷入了 情绪黑洞的话 那我觉得就代表 这个东西不适合你 就当然也不是说 讲你不喜欢听的话 就不要听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 太容易让你 框架自己的话 那不如不要这个框架 你不如什么都不要知道 你就是用你认知的自己 来理解就好了 所以我其实也不太确定 大家听完这一集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收获 至少大家得到两个连结 可以去做测验 对啊 我是真的蛮推荐的 因为我刚刚在测的时候 本来没有想到 就是我们在后续的讨论 可以有这么多 有趣的事情 对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可以让你跟朋友 多一些 比较深度的话题 然后可以分析自己 我觉得分析自己 是一个蛮好玩的事情 但我觉得可能 就可以推荐大家 如果一开始有点担心的话 就是自己做测验 然后也不一定要分享给别人 自己看就好了 所以就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收听我们聊 关于我们自己对于 人格测验啊 还有星座的一些想法 那如果你想要跟我们分享 你的MBTI 是哪一种类型的话 都欢迎可以到我们的社群 跟我们做互动 那我们的IG帐号是 Afternoon Girls Club 或者是可以写信到 我们的Gmail信箱 Afternoon Girls Club at gmail.com 对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也欢迎到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留言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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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